好 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 美中对抗升温 国会剥离TikTok是强盗逻辑吗 美国众议院上星期以压倒优势 通过TikTok剥离法案之后 美中对抗明显升温 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抨击美国巧取豪夺的强盗逻辑之后 北京推出长篇报告 指责美国自我标榜言论自由 但对其他国家却以霸权行径 搞双重标准打压言论自由 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反驳说 中国禁止自己的公民 使用推特 脸书等美国社交媒体平台 但中国官员却可以在推特上批评美国 我觉得这极具讽刺意味 美国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说 这个法案不是关于禁止TikTok 而是要把TikTok从中国公司中剥离出来 使之脱离中共控制 那么TikTok法案的重点是剥离还是封禁 是不是强盗逻辑 会不会影响言论自由呢 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 夏教授你好 主持人好 慕容先生好 各位观众朋友好 另外一位是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村 慕容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们好 夏立教授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 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 踊跃参加讨论 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 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 在美中之间 关于美国众议院通过TikTok剥离法案的 唇枪舌箭之中 我们看到中国官方一个观点 明显是要把舆论 引向美国的霸权行径和强盗逻辑 中国民间有许多人对美国强盗行径 感到义愤填膺 认为美国竞争不过就巧取豪夺 最后是强买强卖 这无异于抢劫 我来请问纽约夏明教授 您对此怎么看呢 是 强盗逻辑 不管在任何的语境下 和在任何的文化 我们都会是觉得厌恶的 那我们看看到底哪个国家 在实践这种强盗逻辑 首先我们看到中国 在世界上的竞争 尤其中国有14亿人口 那么应该是有不可估量的贡献 但是今天中国在世界上的贡献 其实遭到了很多的遏制 而这种遏制的主要根源 是来自于中国共产党 来自于中国的政府 来自于中国 它在奉行这种巧取豪夺 那么对中国的民营企业 那么进行霸占 那么进行就是掠夺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强盗逻辑 其实如果我们看看 就字节跳动了 它是一个私营公司 而且它的注册地也不在中国 注册地在开曼群岛 那么所以当我们看到 有一个这么一个公司 在全球要进行 网络平台的运作的时候 它的市场 它的落脚点 它的整个设计的范围 当然是一个全球的平台 那么全球的平台 目前世界上有两个最大的平台 一个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个就是美国 那么另外的话 下面就欧盟或者印度 那么成为第二等式的平台 那么现在的一个最根本问题 就在于当中国政府在指控说 美国打压言论自由 美国在国内所谓标榜言论自由 却不许其他的国家言论自由 那么它那边偷换了一个根本的概念 就在于不许其他的国家 在什么地方行使言论自由 当然美国是坚决支持中国人民 在中国实行言论自由 那么同样的中国那个就是政府了 如果允许 他的人民呢 那个行使言论自由的话呢 那么我相信 那个TikTok 它目前在美国的存在了 就不会形成一个重大的威胁 因为中国政府 那么不给自己的那个私营企业 和给自己的人民有言论自由 同时中国政府操控控制 那么必须的强迫通过 像国家安全法等等 那么在限制和卢弈 就是自己的私营企业和自己的国营企业 那么当它把国营企业跟私营企业 其实也没有任何的分界线以后 那么所谓的私营企业 也变成了国家安全 那么国安收集情报的延伸 那么这种那个行径呢 是美国所针对的 所以我觉得呢 我们必须的认清呢 中国政府现在 它的那个奉行的一个基本的 就是随时玩弄的流氓 那个行径呢 那么其实那个走的呢 其实是一种就是 痞子的一种逻辑 那么我觉得如果把这个东西 看清楚了 美国就像刚才 你在那个里面评论到 南希佩洛西讲的就很清楚 其实我们如何保护 任何一个私营企业的 它在全球的成长 同样的 那么TikTok 或者就是说字节跳动等等 如果他们能够在全球公认的 那么一种国家 不对那个企业进行任意的 那个干预 或者任意的就是控制的话了 那么我相信 对字节跳动 对那个TikTok 对中国的民营企业呢 那么都是有益的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美国的这种做法 其实是直接在 不仅在捍卫中国人的言论自由 同时也在捍卫 中国的私营企业的 那个产权自由 好的 那么中国政府 中国政府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抨击美国最多的方面是什么呢 就是强买强卖 强盗行径 好像美国提出和赞同 这个玻璃法案的政界人物 似乎并不否认这种强买强卖的手段 就是要强买强卖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事关美国的国家安全 议员们表示 TikTok利用计算和推送方法 影响美国民众 并且把公司掌握的 美国关键数据提交给中国政府 所以这项法案的根本目的 就是让这家 深受民众喜爱的社交媒体平台 脱离中共的控制 那么我来请教 澳大利亚慕容雪村先生 您怎么看美国方面的这种安全担忧呢 我们想TikTok是否在搜集 美国用户的个人数据 所以这点毫无疑问 可能有人会说 Facebook和Instagram也在搜集 用户数据 那么TikTok为什么不可以 我想这就涉及到最重要的问题了 谁拥有TikTok 这个事对西方人解释起来比较困难 但我想我们三个人 都了解中国 所以我就不用装外宾了 我就直接说了 从表面上看 字节跳动是一家私营的商业公司 并非国营企业 但它的拥有者是一家中国公司 这就意味着TikTok有一个隐形的大股东 那就是共产党 如果共产党或者中国政府 要求TikTok交出某些用户资料 TikTok可以说不吗 想都不要想 如果共产党要派审查员进驻TikTok 它可以拒绝吗 压根没有可能 事实上这样的事件也许已经发生了 而且正在发生 前字节跳动有个高管叫余英涛 就在不久之前 它向美国法庭提交了作证的文件 说在TikTok上传游行示威的活动 这样的用户会被这个公司识别和监控 而且中共官员也能够调阅美国TikTok的用户数据 那我们就忍不住要问 当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 甚至发生冲突或战争的时候 TikTok会站在哪一边 它会不会成为中国的战争工具 而且我们看看TikTok上那些内容 那些亲中的反美的 在美国传播的那些阴谋论 那些假信息 可以问一问TikTok是不是已经成了 中国共产党对美国发动的认知战 信息战的一部分 习近平说过一句话 我们都知道 要党政军民学 东西南北中 党是领导一切 有些天真的西方人会认为 这不过就是装枪做事 但我想我们三个人都明白 习近平的这句话 绝不是说说而已 而它就是中国现实 TikTok被一家中国公司控制 而所有的中国公司 都必须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所以我们可以确定的说 TikTok它有一个看不见的实际控制者 这个实际控制者呢 既不是字节跳动 也不是张一鸣 而是共产党 共产党就是TikTok 背后那只看不见的幕后黑手 以上 好的 那慕容先生刚才讲得很清楚 我们从中国出来的 可能容易理解这个问题 但是你跟西方人讲起这个问题 不一定大家都明白 但是 从中国出来的人 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解 可能是要更深刻一些 刚才两位嘉宾呢 分别阐述了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意见 一位叫Run Run 这位网友呢 他在回应我们这期节目 昨天在推特上做的节目预告的时候呢 发表了下面的评论 他说 中共的TikTok 利用美国和自由社会的言论自由 破坏你们的言论自由 Benjamin Chen 他说只要大陆 开进脸书 推特 谷歌就行了 大陆自己带头禁用TikTok 只用抖音 你干嘛不打那台公平竞争呢 实事求是 下一位 叫实事求是 是永利不败之地 说中国能不能同等 要求苹果和英伟达 剥离美国母公司呢 另外一位叫 Clement Wake Hans 叫人后爸爸 他说 这就直接降低了 美国自己的合法性 民主变成了一种 互害政治 Edward 他说 美国对自己的体制 缺乏自信的表现 刚才给大家呢 引述了 不同的 这个网友 对于 TikTok剥离法案的 不同观点 不同认知 意见都不一样 没关系 我们下面的讨论当中呢 会继续涉及到这些问题 中国抨击美国剥离法案的 这个另外一个论点呢 是揭露美国言论自由的虚伪 针对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 指责中国禁止自己的公民啊 使用美国社交媒体 而中国官员可以在推特上 批评美国这种极具讽刺意味的说法呢 中国外交部的报告认为 一个标榜言论自由 自诩为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 却不惜动用国家力量 打压特定企业 这才是真正具有讽刺意味 我来请教夏教授 双方都指责对方 具有讽刺意味 那么究竟哪一方具有讽刺意味呢 是 我觉得不管哪一方具有讽刺意味了 这种讨论本身呢 如果中国政府能够允许 这种讨论本身在中国 能够得到大家的就是 上所预言的参与 或者能够完全听到双方的声音呢 那我觉得对中国的社会呢 就是一种减审 就是一种推动 那么这里边我们就 简单的回溯一下 中美的这个国家的性质 和那个中美的国家 跟政府的关系 那么我们比如说很简单 就看到中国的最大的 那个电商巨头 比如说马云 那个阿里巴巴 那么或者是就是淘宝的 平台的那个兴起 那么马云就说得很清楚 就是我们呢 是就是那个杨子厄 我们在长江里边呢 我们有那个国家保护我们 那么你美国呢 你是就是在海上的 你是那个鲨鱼 那么你如果就是要 那个想进到我们的土地上了 我们呢是一定能够战胜你的 那么这就很奇怪了 就是说作为马云的话呢 那么他的很多的平台 那么是其实是那个 抄袭了美国的 比如说像那个Amazon啦 或者eBay啦等等呢 那么来自己打造的平台 那么因为中国政府利用 他自己的人口的这个优势了 那么他进行一种贸易保护主义 那么我们看到 把美国的各种的 就是网络的这些 那个平台了 全部都给赶尽杀绝 那么从谷歌到脸书 到推特 那么到最后去年一年的领英了 那么撤出中国等等 那你可以看到就中国政府了 那么他除了会就是去抄袭美国 然后利用这种所谓战士的合资 然后偷窃那个智慧那个产权以后 然后就把那个西方国家的各种的 无论是制造业 还是这些应用软件了 统统的给赶出去 那么这是中国政府给世界的一个宣战 那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到底美国 那么是要继续让中国政府 那么维持他自己的这个市场 然后把自己做大 那么同时再用一种破坏性的武器 对美国的根本的那个民主自由制度进行攻击 那么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就在于那个中国的这个平台的话 成为美国的国家安全的威胁 因为美国今天的反应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2020年的时候 那么在美国 那么要求或者支持 就是禁这个TikTok 大概只有30%不到 只有20%多一点 那么但今天不一样 今天这个数据就翻了一翻了 那么所以在目前的一个主要的情况就在于 因为中国它的倒行逆施 它对世界各国民主自由和人类的根本生活方式 形成一种反动 那么这种反动 那么当然对中国人来说 那么就是第一受害者 那么当中国人作为第一受害者 他们把所有的这些悲剧的带到了全世界以后 那么全世界当然也会对中国的政权 那么进行一个强烈的反应 那么所以我觉得目前美国的反应 更大的程度上是美国人 那么对这个问题的有一种觉醒 那么同时中国的这种 尤其在习近平下面倒行逆施了 那么引起了全世界的一个激进的反应 那么所以我觉得当然是涉及到国家安全问题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政治问题 也就是说美国 那么现在82%的人都把中国看成一种敌对国家 一种对美国不友善的力量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 美国为了捍卫自己的生存和自己的安全 那我觉得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一个国家安全的反应 那我觉得这是再正常不过 所以TikTok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自由贸易 或者是言论自由的问题 而是涉及到国家安全的根本问题 那么剥离TikTok究竟是言论自由和贸易自由的问题 还是经济去风险甚至是脱钩的这个国家安全问题呢 我觉得中方呢是比较喜欢在前一个问题上纠缠不休 这就是言论自由 这就是自由贸易 而美方一直谈论的是后一个问题 直接了当的告诉中国和TikTok 你要留在美国 你就必须跟中国政府脱钩 请教慕容先生 您怎么看剥离法案的实质 是言论自由还是去风险和脱钩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 我们应该放在一个更大的图景之下来观察和分析 多年以来 中国共产党还有中国政府呢 都以为他找到了自由世界的弱点 而且一直在滥用自由世界的言论自由权利 你看他可以把谷歌 把推特把Facebook 这些全部挡在墙外 但是呢 他却可以在美国的土地上 开办报纸 开办电视台 以及可以操纵像TikTok这样的公司 而这些事情呢 在十几年前也发生过 不过那个时候 美国实行的还是接触政策 这些事呢 虽然也很讨厌 但美国人基本上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现在形势真的不同 当共产党中国日益成为全球安全的威胁 当习近平政权 试图组建一个独裁者俱乐部 来对抗整个西方世界 那么这就是不容忽视的威胁 我们知道在冷战之后的国际秩序 实际上就是一个国际秩序 就不能允许任何国家 有自己的势力范围 因为只要有两种势力范围 就会容易起冲突和战争 而共产党这些年所做的 就是一直想试图建立起自己的智力范围 并且以此呢 不断地拉拢全球的独裁 而美国人呢 其实上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 所以呢 我们看到有对华为和中兴的制裁 有对中国政府跨境镇压的侦查和起诉 包括这次的剥离法案 其实都是这个大背景之下的一部分 而且很可能只是序据 接下来我认为很可能会有更加严厉的政策法案 比如就在最近 有美国国会议员提出来要制定 反对共产主义中国法案 那么这些法案呢 针对的也不只是 共产党中国政府 和TikTok这样的中国企业 那些为共产党奔走效率的个体 很可能也会受到制裁 而习近平和其他的独裁者也需要明白 自由世界是不可低估的 这里总是会有独孤的聪明才智 来对抗那些跃跃意识的独裁者 以上 好的 那么来继续看一些网友们的评论 Sky Eyes 他说言论自由是基本人权 中国没有言论自由 14亿中国人不可以像其他国家人们一样 自由使用全球通用的社交网络平台 中国人被剥夺了基本人权 还要被迫向习近平歌功颂德 这是其无耻的事情 习近平的中国政府 却以汉美言论自由为名 抗议批评美国玻璃TikTok 他有什么资格对美国说三道四 另外一位叫答案 说玻璃TikTok与母公司 涉及国家安全 与中国抢劫国内私营企业 完全不同 中共会将国内的舆论操控方式 用在敌对国家 如生产虚假视频内容 为视频分配网军 机器人形成假民意 再控制算法 让你刷到这些视频 另外我们看到 现在聊天室里 大量的网评进来了 给大家选读一些 狮子先生 这位观众 他说中国能禁止脸书 推特油管 美国怎么就不能禁止TikTok 法案想将TikTok公司 与中国及其中共母公司分开 命令中共字节跳动 剥离TikTok 而不是简单的禁止这款 1.7亿美国人使用的短视频 应用程序 这样美国政府将出于 更强有力的法律地位 申原鱼 说中国和美国都是一样的 都想当老大 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没用 美国之音 不要再拿这种小事说事了 拉低你们的档次 申原鱼 这是小事吗 这位观众很有意思 Jack Liu 根本不是自信 不自信的问题 重点是单向开放 中国没有开放等等外国社交媒体 造成了不对等 美国应该纠正 没毛病 于四郎 说这事件世面照妖镜 中共口中居然说出了言论自由 这个中国人民永远无关的词 最后一位叫IJX 说TikTok完全可以遵守 美国法律合法经营 合法纳税 这种抢劫行为让人避世 我们看到我们聊天室里 这个舆论也是分裂的 大家也有不同的看法 不要紧 我们下面接着讨论 会继续涉及到 我们的听众观众 以及网友们关心的一些问题 TikTok的CEO叫周寿兹 他称 美国国会的目的 就是封信TikTok 他呼吁美国1.7亿用户 给美国议员写信 保护他们的言论自由的权利 而美国众议院前议长佩洛西 则清楚表明 这个法案不是关于禁止TikTok 它的目的 它的作用 就是要把TikTok 从字节跳动公司中剥离 我来请教夏教授 佩洛西和许多美国议员 似乎判定 出于政治压力和经济利益的考量 北京最终将不得不出售TikTok 您同意这个前景吗 这个问题本身就涉及到 到底TikTok跟中央政府 或者跟国家的关系是什么 那么我觉得这种讨论本身 那就会揭露了 中共政府它经常是挂羊头卖狗肉 那么无论是我们看到的华为也好 或者是TikTok也好 或者谈讯等等也好 你到底是一个国营企业 甚至是一个国家安全公司等等 那你要把一个公司的性质 要把它给界定清楚 那么同样的公司性质 如果界定清楚的话 公司治理的话 就应该有一定的透明 那么所以我觉得这种讨论 其实对中国的中产阶级 对中国的私营企业家 对中国的资本家了 那么其实在目前受到中共 尤其是习近平这种 国进民退的压力下了 那么我觉得正好是一个节点 让大家可以好好讨论 那么另外就是从 南西佩洛西的角度来讲 那我们可以看到 刚才莫农先生也讲到 那么在过去十几年 那么TikTok打造了一个 就是TikTok的美国 和打造TikTok的中国 那么你可以看到 TikTok里面的中国 就是无限的亮丽 那么当然它中国有亮丽的地方 中国有很多很漂亮的地方 但是没有反映中国的一个普遍的 那么中国人民的一种基本的感觉 那么甚至可以把就是新疆了 可以打扮成一个就是人间的天堂 而我们知道那边上百万的人 是被关在集中营 那么进行那个所谓的教育转化 那么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教育 那么同样的他们打造了美国 又把美国了完全打造了一种地狱 而作为我在美国生活了三十多年的人来说 甚至在纽约 那么他们把纽约了打扮成一种 那个就是不是说打扮抹黑成一种 就是暴力的天堂 似乎每天我们都听着枪响 每天我们带着钢盔了 我们在街上行走一样的 那么所以这种就是有意的认知战 这种洗脑的这种就是扭曲了 那么当然我认为是美国是必须要反击的 因为美国跟中国现在是进入冷战第二 那么如果美国要避免第三次大战 美国就必须赢得第二次冷战 那么所以就是中国现在对美国 进行这种全面的人海战术 那么展开就是各种的认知战 那么这个心理战 那么宣传战 还有这个法律战 那我觉得如果美国那么不进行回应 那么尤其是美国 那么如果不能够合理的 那个更有效的利用好 他在美国这个国家 能够进入到美国 拥抱美国自由的华人的这个资源的话 那我认为是美国会犯一个错误 那么另外一个了 就是这里面涉及到一个言论自由了 我就对中国人来说了 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启示 那么就在于美国并不会全面的禁止TikTok 这是毫无疑问的 那么就是说目前美国本身 一直在展开一个讨论 那么美国也允许 那么TikTok向美国人民呼吁 就是我们有一亿多用户 那么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 这就是美国的一个根本的基本的运作 请问一下我们现在可以跟中国的老百姓说 你去向人大代表写封信 那你看到我们刚完成的两会 那么这些人就是已经把一个人民代义的一个场所 变成了一个像习近平磕头的这么一个道场 那么请问一下 那么这些基本的处理方式 美国的政治 那么处理跟外国企业的这种运作方式 那我觉得如果中国能够学到一点点 那么就非常好 另外有些网友就在评论说 如果公平竞争 我们美国就是好的企业 那么就可以战胜 你就不应该来了一个就是巧取豪夺 那么很简单 公平竞争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的这么多的社交平台了 在全世界了 现在是处于最有利的地位 毫无疑问 而且美国因为作为一个英语国家 那么它的英语在全世界了 也是那个成为世界的一个最通用的语言 所以印度了也在广泛的使用美国的社交媒体 所以当有14亿的印度人超过了中国 再有就是两三亿多的美国人 那么这个已经使得美国的任何平台在全球了 基本上是一个结构性的一个优势 所以中国政府了 它如果真的要跟那个美国 那个要公平的竞争的话了 它的企业必须以自由和创新才能够取胜 那么如果以中国政府再把这个关到笼子里边 再要让它服务于多重的利益 不是服务于消费者 不是那个使得这个全球平台了 都能够感受到中国的这个艺术创造力等等了 那么而是变成国安的一个延伸的话了 那么其实只是在让中国的那个企业了 永远了那么是被关在笼子里边 而且还想让它那个就是能够唱歌 把这个带上那个镣铐了 还想让它跳舞 我觉得这是中国和中国的那个企业了 面对的最大的一个结构性的障碍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也是中国共产党在给中国每一个人 那么在那个带上镣铐 这是中国的目前的困境 好的 那么夏教授 我跟进一个问题 您简要回答我一下就好 现在美国国会都在要求 这个TikTok的母公司 所谓那家民营企业叫字节跳动 来同意出售TikTok 但是这个决定权是在这个字节跳动公司吗 是 这就是一个根本的 就是我们搞不清楚它的这个公司制度的那个结构 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也看到了 它现在在那个字节跳动里边呢 已经有就是党支部的存在了 那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那如果你真正的要捍卫 它作为一个国营那个民营企业 或者是一个国际平台的话呢 那我觉得这些东西 如果能够把它给那个敞开来说的话呢 恐怕这是中国的一个进步 问题是中国政府了 现在在不断的搅水 在模糊这一系列的问题 好 那么目前TikTok玻璃法案 在众议院获得了压倒性多数通过 白宫和司法部呢也表示支持 但是参议院表决的前景似乎还不明朗 我来请教慕容先生 根据您对北京的了解 您觉得他会同意字节跳动出售TikTok吗 如果北京拒绝美国当真会在绝育做出的半年之后就封禁 这家在美国影响巨大的社交媒体平台吗 我想可以确定的是在这种重大的问题上 在这种生死村亡的问题上 TikTok是无法独立做出决定的 无法独立决定是否要跟字节跳动玻璃 这也不是字节跳动或者张一鸣所能决定 在于这事的重要性以及可能带来的深远影响 我认为无论剥离还是不剥离 都必须听命于北京 或者可以直接说 这个事儿必须由习近平来亲自部署和亲自指挥 那么习近平会做什么样的决定 我这就很难预测了 也很难分析 但如果要赌一把 我猜习近平不会示弱 也就是说 他不能容忍TikTok脱离字节跳动 从而摆脱他自己的控制 那么美国会怎么应对 我想夏明教授刚才讲了一下 就是这些年的趋势 可以显示出 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明白 一家在美国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公司 同时一直受到 敌视美国的中国共产党的控制 那么这对美国的国家安全 会有巨大的影响 所以我认为未来的趋势是 即使这次想不出办法来 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它可能会很难 但未来 美国一定会想出办法来 如何应对TikTok这样的公司 如何应对 共产党通过这些公司 所发起的认知战和信息战 这种大趋势是不可避免的 而对周兽资张一鸣或者自己的跳动公司来讲 我想他们一定要觉得很委屈很冤枉 现在的这个时刻 他们就像是风箱里的老鼠 两头受气 他们当然知道这家公司都做了些什么 还准备做什么 但是我想他们大概也希望能够做真正独立的商业公司 但在此刻 他们无论如何都不能 也不敢违背北京的命令 以上 好的 那么节目最后呢 我以聊天室里一些网评 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 again 就是我再次声明 这些网评我们选用的 都是两方面观点都有的 一位叫刘汉的观众 他说TikTok是违反了美国的法律呢 法律了吗 不是的话 禁止他的理由就不充分 就是霸权 脸书推特是为了维护价值观 而主动放弃中国的两者不同 另外一位狮子先生 他说美国要求TikTok 或者跟字节跳动分离 或者离开美国 中国政府的发言人于是马上出来表示 TikTok出售涉及到中国自己的技术出口 所以中国政府有最终否决权 结果就只能有一个TikTok被禁止 Jack Liu说 如果中国也开放了美国的社交媒体 那美国风才站不住脚 好 我们两位嘉宾呢 在节目当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 我们感谢夏明教授和慕容雪春先生的精彩点评 他们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